嘿,看看这是谁,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最萌身高差吗? 贝爷在姚蜜面前,忙得就像一只小猫蜜一样 没错,这位重量级嘉宾接到贝爷邀请南参加荒野求生了 他们竟然在荒野外切磋球技 过程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贝爷居然被窝窝了,请去喝茶了 小华的贝爷这一期又准备了什么样的黑暗料理给姚蜜吃呢? 跟着贝爷混,你是下一顿,跟着贝爷跑,去都接客考 哈喽大家好,我是贝爷吃不到的女人,吃瓜姐 该局贝爷骑着小摩托帅气出场 但是帅气不过三秒,就因超速被佛波罗盯上了 一场警匪追逐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贝爷很快就甩掉了佛波罗追赶 很快他就来到了目的地跟姚蜜会合了 此时的警惕声突然响起 佛波罗随即追了上来 姚蜜此时一脸懵逼 哎,原来啊,老贝这货开车超速不错 居然还是无证驾驶 这都过分了吧 随即就连姚蜜都被带上了警车 姚蜜还没缓过神来 难道这一期贝爷要上演监狱投生吗 完了完了,要是没倒出来,那可咋办 在警车上的老贝也不见得老实 贝爷和姚蜜密谋着如何逃脱 他利用鞋带穿过塑胶手铐 来回摩擦,几下子就打开了手铐 最后,趁着福波罗下车休息的时候 贝爷悄悄的打开了警车 带着姚蜜一溜腰就钻进了丛林里 哈哈,到这里,姚蜜越狱之旅圆满成功 我是赤瓜姐,我们下期再见吧 哎,不是,应该说长安点子按钮 我们现在正片开始 踏进丛林里,还没有走几步 两人就被一个水潭挡住了去路 贝爷曾经答应过姚蜜老婆 要把她活着带回来 所以贝爷先是把眼壁去了 再答应根绳子过来,以此来保护姚蜜 可刚准备爬,姚蜜就疼的发出了 压压压的踩脚声 原来她的右脚脚趾上还有救伤呢 当她右脚每次用力的时候 都会疼得用命 都知道姚蜜在MBA的时候 就已经存有救急 这种地形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艰难 更不要说身高两米多 而且腿部还受伤的姚蜜了 所以接下来姚蜜走的比达MBA还要艰难 要是没有安全神 姚蜜怕是第一关也过不去了呢 过程中,贝爷化身环爷保抹 对姚蜜的保护那是非常的到位 姚蜜最终忍着疼痛走得下去 两人在岩石堆里走得一场困难 他们走过岩石坡爬上了钻崖层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处山洞前 姚蜜先钻为敬 下到底部 贝爷有情提示 此处是巨蛇的地盘 姚蜜表示那也没啥好怕的嘛 在她看来 这环境跟她的房间差不多 贝爷使出猴子盘马术 手脚并用 一溜腰就爬出了洞口 看似简单的动作 用在姚明身上那就不简单了 体型不匹配嘛 贝爷的步伐完全不适用 扑刺一滑 差点就跌回了起保线上 不过最终 两人费尽了吃奶的力气 总算是出了洞 接着两人来到了地势平坦的地方 贝爷发现了岩洞上的蜂巢 他打算掏点蜂蜜吃 在撒哈拉沙漠那次 贝爷就领教了蜜蜂的威力 被遮成了猪头的他 说什么也不想再潮湿第二次了 作为一肚子坏水的贝爷 这一次蜂蜜只让姚明来逃 仗着身高有势 姚明轻松的取下了蜂蜜 贝爷直接拿着蜂蜜舔了起来 旁边的大姚口水都流出来了 他也尝了一块 直呼美味可口 难道说本期的贝爷 黑暗料理就是蜂蜜吗 那你可想多了 这一时是黑暗前的甜品 装上蜂蜜继续上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路营位置 接下来贝爷准备生火干饭了 大姚到旁边收集干柴 贝爷手把手教学工作生活 两人齐心协力 把木钻钻子子作响 贝爷捧起火销 来了一口仙气 一个火堆就这样搞得出来 随后贝爷来到了湖边 拔心一只死老鼠 身上已经爬满了蛆虫 听到贝爷说 老鼠已经不能吃了 大姚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但是老贝这话又来了一句 多了个去 死老鼠不能吃 可是姚明这辈子也没有想到 蛆虫跟蜂蜜居然是绝配啊 贝爷把蛆虫全部倒进了碗里 看到这一幕 大姚表示 比起蛆虫 他更想吃那只死老鼠 贝爷往碗里加了些蜂蜜 直接尝了一下 这把姚明直接吓出了表情包 蛆虫大菜很快就好了 贝爷拿了一条 给姚明尝一下 姚明一脸嫌弃直接就拒绝了 没办法 贝爷只能自己啃了 哎呀别说 这味道比牛肉味一点都不过分 接着贝爷又拿了一条地给姚明 姚明表示 我宁可饿三天 也绝对不吃这玩意儿 贝爷连吃双二分晚餐 他竟然吃的还有点窃喜 吃完饭以后 那就该运动了 贝爷在背包里 拿出了一个篮球 杨眼岛要在光眼外 给姚明皮肯一下 贝爷把背包挂在树枝上 当做篮框 看着有模有样的姿势 差点我就信了 一头球 观众都以为他是在投球 而且怎么觉得 这是在传球呢 不服气的贝爷 接着来了一个风骚走位 起跳灌篮 好家伙 老贝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接着贝爷挑战姚明开始 看姚明的架势 还以为要放哪招呢 殊不知 贝爷直接被山岗碾压了 好 我认为 输了的贝爷 又玩起了小心机 他拿出了一个六尺长的睡袋 给姚明 睡着根据睡不下了 姚明就只能把他当床垫 睡在石头上 看看这姿势 这次夜里 我反倒担心起了贝爷 晚上很冷 贝爷冷得瑟瑟发抖 像一只小猫一样 依偎在姚明的怀里趋暖 第二天醒来 贝爷叫姚明 怎么在野外刷牙 他递了一块木炭给姚明 接着自己就示范了起来 这儿也看到姚明 又憋出了表情报 眼看的老贝 都坐到这份上了 姚明要是再不给点面子 那也说不过去 于是姚明 往嘴里塞了一块木炭 轻轻的嚼了几下 接着就刷起牙来 看看这效果 哎 不知道的 还以为用的是纯黑的牙膏呢 接着两人继续赶落 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峭壁前 接着贝爷 拿出了一副巨型的安全带 这是他几乎跑完全世界 才买到的型号 可绑安全带的时候发现 哎 还是买小了 幸好 积极还能用 接着贝爷 把绳子的另一端 绑在树根上 姚明一脸懵逼 就这根树 你也太小看我的体重了吧 在贝爷的协助下 过程有心无险 姚明很快就爬了上去 但是接下来 可悲这么简单了 两人要沿着绳子 从另一边爬下去 最后到达下面的水潭 垂直的悬崖 贝爷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是跟着巨人一起 还是第一次呢 下降到一半 姚明直接来了一个泰山压顶 撞向贝爷 被人吓得呀 发出了给给给的惨叫声 他对着姚明 就像是推一座大山一样 幸好最后 他们安全到达了水潭 水潭里的水 超级冷 两人冷得瑟瑟发抖 来到岸上 两人赶紧晒着太阳 让身体恶活起来 贝爷这时 撒起了蛟来 向姚明索摇抱抱 因为在姚明的怀里 贝爷就像一只小猫一样 蠢蠢蠢的 很快两人就走出了荒野 姚明也等到了 激进他的工作人员 到这里 他们这一次挑战 顺利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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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